看一下刚大盘又出现了一波的一个震荡压力了 其实我们来做观察台北股市从10月5号的低点16162点以来 短线波段已经大涨有1824点咯 距离历史高点1834点近在咫尺 今天是不是有点短线有压的震荡 很多涨多股今天明显盘中都出现了是有出现涨多拉回的现象 包含了涨多拉回股像是今天的预创 是新科都灌跌停板杨智加金宏达电都是盘中 有出现涨多拉回的一个个过 不过这个涨多拉回是不是反而在震荡修正的同时 是另一个上车的好机会点 还有哪些题材之前错过 现在还有机会来做低接布局的 为你再连线想要到专家是分析师许峰璐了 峰璐好 平均各位全国投资民友大家好 好 峰璐我先帮大家看 其实因为今天4916的世新科盘中是灌到了谍听板 的确明显是出现了有点短线 涨多拉回的现象 可是今天很多都是创高出现拉回的个股 低轨位线题材现在到底过热吗 还是还在找寻一些新的机会 还可以做布局呢 其实昨天美股当中一档个股蛮特别的 叫阿斯特拉 所以股价暴涨百分之三十哦 因为它成功的发射火箭进入到了地球的低轨道 也成为第四家最具价值的火箭制造商 其实最新根据统计哦 那么呢在美国市场当中包含了亚马逊 阿斯特拉波音等等这些公司都来申请哦 扩增低轨道卫星的申请 申请量竟然高达近三点八万颗的低轨道卫星 所以目前看起来呢 这个题材还在 美股当中也在涨相关的一个热度哦 那今天有些低轨卫星涨多拉回的 对投资而言到底是不是机会呢 嗯 好想涨多拉回当然都会是机会 因为今天的台北股市场我的看法 它是呈现一个技术性的拉回休息 那指数修正都是要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啊 我认为未来的指数还是会向两万点扣关 这个看法我现在都没有改变 下跌是投资品有布局的另一次机会 但你要买一定要买未来产业趋势啊 像是电动车 我们看今天其实有档个股还非常强 是我之前有介绍过的 具备有电磁关联系统 加集团年底作战的8183的金星 今天股价是创历史性高 那你看昨天开发所谓所谓跨入到低轨卫星 而且还有拥有车用家5G的 6190的万泰科强功挡停 然后台南车用引擎冠军的概念股 6603的富强性 今天昨天涨领 今天还创新高 算访谈高点 这些都是脱离不开车用 然后的一个题材 然后又具备有 我刚刚所说的 这个股价相对比较便宜的 所以我今天要帮大家再看 去找 因为今天是修正嘛 因为很多个股 它修正在好的位置 我觉得是另外一个布局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帮大家找到一家 同时具备有车用 它主要客户有包括像特斯拉 保时捷 然后还有就中国中车 建大等等的公司 那又具备有儲能 主要客户有台积电 然后低轨卫星 多题材极余生的 这是代号5309的系统电 好 我先跟大家讲 因为很多投资朋友已经知道 我已经跟大家报过很多次 那从我们最早 从季线开始跟大家报告之后 今天这个位置是比较特殊 它今天是回测到了 所谓的一个11月15号 长红棒的上缘 那大家可以发现 这边有一个 15端16有一个跳空缺口 这个缺口 今天来去做了一个测试 创新高 提前大盘创新高 拉回休息整理再转强 所以我会觉得 它这是另外一段的攻击 大家是记得 我之前有跟大家报告说 11月11号有一个 放量的长红 留上影线 拉回休息之后 大家可以去做注意 结果隔天就拉出长红 攻掌停 隔天再创新高 暴量休息再拉回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次的起点 好 那我们先来讲它的基本面 其实它今年的一个 经营真的是苦尽甘来 十年经营之后 今年特别终于可以 前三季就出现转亏为盈 南亚胎压侦测器 未来产业需求 现在在用的 南亚胎压侦测器 已经从过去需要有线材 需要连接主机电脑 现在改成用南亚来去进行替代 所以南亚胎压侦测器 是它今年的一个大成长动能 那原先本来就是台积电的供应商 除能 不同电系统 那再来就是 我们在讲它新切入的一个重点 也就是卫星通讯大厂 基地台 讯号接收器 电源供应器的主力供应商 这个大家都比较少听我讲 所以就是它这一次已经切入到 低轨道卫星的一个重点的一个题材 前段时间 其实它第一段在走 走的是什么 走的是它的一个转扩卫营 走的是它 蓝牙胎压侦测器 走的是台积电供应链 那现阶段它也切入到了 所谓低轨道卫星 这是如果就现阶段 低轨道卫星的一个 相关涨势的个股来说 系统电 它反而就是这现阶段 位阶相对来讲是最低的 那股价也有从高档 46.5修正回来将近10个百分点 那修正之后 当然就是另外一个极点 我还是一样抱持着 对整体的行情 我后续是看好 但是布局一定是布局 产业长线走多的个股 而且营收又是可以呈现 一季比第一季 一季比一季好 因为很多的企业 在今年的第四 第一个营收高峰都在第三季 但难能可贵像5309的系统电 它的营运高峰在第四季 还可以持续再成长 所以我会认为说 有长线保护长线 那第四季又比今年第三季好 明年又比今年好 那整体而言的话 切入到低轨道卫星 也是一个现阶段市场 比较少知道的一个题材 反而我觉得 今天有进行拉回的时候 投资朋友 你应该是趁这个时间点 还去做逢低的一个承接 我认为啊 技术面的一个拉回 是一个绝佳的布局机会 然后关键的点位是 11月15号跟11月11号 这两个 这个第一个冲高的位置 第二个就是放量 在过高的一个位置 那这里应该就是另外一个 整理期的一个下缘 我觉得投资朋友 可以好好把握 好 那另外呢 风路我们帮大家看一下 因为今天很多涨多拉回的 今天修正幅度波动都还蛮大的 单日政府呢 超过10%呢 我们看有事情 金科拉 光节 九震 光类 这些各股 今天震荡波动都还蛮大的 不过有一些 是不是低档转强的 有一块呢 我想请教你 钢铁股是不是 在今天的一个盘中的表态 也是有些低位阶转强的 讯号出来了呢 我们看一下 包含今天那个中红拉 威智 还有大成钢 中钢 其实今天股价呢 不为大盘震荡 锁得还稳稳的 但钢铁股反弹上 大家又担心了 是不是上档卖压重 我们要怎么观察 这到底是短线的 一个死猫跳 还是年底前 落后补涨可惜呢 我比较会认为是 因为美国的股市 它在整体的大基建的 一个法案 已经签署通过了 现在要开始进行 相关的一个基础建设 所以在美元 现阶段的一个强势 但是原物料 确实持续上涨 这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看今天其实 整体而言 它可以分成两块 第一个以中钢为主 中钢中红这一块 它股本都比较大 那可以看到出来 千亿股本的中钢 在现在市场 呈现量比较小的情况之下 拉抬它是不现实 所以中红的涨幅 会比它大 然后你可以看到了 像大家所熟悉的 这个铝的一个部分的话 大成钢跟运昌 这是我们之前 跟大家报告过的 那在这其中里面 我看到唯一现阶段的一个 技术面 是呈现一个多头格局 然后股本又相对小 不需要太多成这样 就可以往上攻 但是又每天都有创新高的 有一档个股 这个是这几档个股 我们所提到里面 唯一有一档 正式站上季线的 这是代号2069的运昌 大家还记得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报告过 大概11月11号这一天 我们说它刚刚怎么样 突破了季线 拉回季线 突破季线拉回的一个 整理的那一天 我跟大家报告 你可以开始做留意 当时有价格35块 但缓不然 大概走今天 已经来到接近什么 补缺口 补了什么时间的缺口 9月17号的一个跳空缺口 补了缺口 其实是另外一个 波段起涨的一个重要讯号 因为如果股票不强 不会到缺口 股票强 才会再来补缺口 补完缺口 就是要往前波高点 去做迈进 而且我们去看 它现阶段的一个获利 其实相当不错 前三季就赚了3块2 那宜家去年 赚不到1块钱的公司 去年才赚2毛6 今年前三季 最近赚了3.25 然后它又切入到了家电 切入到3C产品跟汽车 大家知道说 透过它的一个多角化经营 它就不会只有 是过去大家想的 这个钢铁股 大多数什么 来料加工 囤货 价格 不是只有这样子 因为它有经过多角化经营 切入到了多个市场 这其中的3C市场 切入到的是苹果 切入到的是三星 这是他们的一个 产品里面的机构界 这个其实是比较高毛利的 也经过了两年的一个认证 跟开始出货 明年度这个部分 有机会就会做一个放量 另外它也切入到车用 相关的一个产品 那这个也是陆陆续续 会有新的一个订单 开始进行 驿注营收 那你看它这一次 整体的钢铁股 我们看一下 中钢其实这一波段 股价其实相对是比较疲软 连基线都没有站上去 那2014的中红 今天反弹的不错 可是它也还没站上基线 2027的 这个大成钢 股价前一段时间 也站上基线 但是又跌破 所以它相对来讲比较弱 那对比而言的话 2069的运仓 它有几个优点 第一个股本小 是极异的股本 第二个互利能力 转积性强 那又多元化经营 那技术面上 又是呈现一个多头 我会建议投资朋友 如果你在整体的一个 美国大基建的一个概念 不管是 这个钢铁的部分 是最直觉的 那如果要布局 就布局最强的 那另外的话 像网通 这也是美国跟欧洲的 大基建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趋势 那还有就是说 所谓的新人员 我觉得把这三块抓着 然后轮流去找 其中强势的个股 去做布局 我觉得会比较有机会